白化佛法 请收听卢台长的白化佛法 我们的白化佛法的节目 好 今天和大家继续讲 一个人要懂得安静 心要静 心静就是要克制自己 不要乱说话 因为当一个人在生气时候说的话 那么不一定当时讲出来话 是自己本心的话 那么会伤到别人 这个时候呢 你很快就会伤到自己 因为带的气的话 它是漂浮不定的 当一个人不冷静的话 讲出来他一定会后悔的 就像汽车司机找不到路的时候 你往哪开可能都是错的 所以当一个人想讲话 在生气的时候 要记住他可能是非常不理智的 所以要安静 要懂得 我今天做任何事情 要考虑到前因后果 如果你不能考虑到后果 那你就不要去种这个因 所以学佛人要懂得 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业力 定业很大 所以有时候改不了自己的脾气 那怎么办呢 那就慢慢来 那么就通过学佛 通过念经 慢慢地消除自己身上的业障 所以很多人学佛 想走极境 说哎呀 我能够用这个方法 可以方便很多 是可以方便很多 但是不会方便很多很多 因为在一个人的学佛路程上 实际上一个人是根本不知道 自己在这个人间应该做什么 和学什么的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 我们修行就是要懂得持戒 要忍辱 什么是持戒 就是坚决不做不好的事情 忍辱是什么 就是不管千条理由万条理由 你不要去讲 你不要解释 因为有修养的人 别人讲你 你可以化解 因为别人讲你是对的 你就好好地改 别人讲你不对的 那你好好地把他 大家呢 把他戒之 作为自己的加冕 所以我们学佛做人 绝对要懂得有个规律 那就是要静心 要心要定下来 安静才能住心 当一个人安静的时候 他就不会有贪心了 当一个人能够守住 智慧 清心寡欲 那么你的一些不好的欲望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学佛 要懂得无欲自然心如水 如果今天没有欲望了 我们就慢慢地成功哦 如果我们今天欲望很高 那么还有烦恼 那么台长就告诉你们 说明你没有心静 心也没有干净 也没有安静 所以认识到自己的毛病 就要好好地改正 得到和拥有 实际上都是让自己有个改正的机会 所以要克制自己散乱的心 要制服自己放育的心 放育就是放纵 觉得自己要想干嘛就干嘛 实际上 这就会是让你痛苦的基本点 当一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就痛苦了 举个简单例子 看见红灯 照样穿过去 罚单一来 你就痛苦了 一个人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和家里的人吵架 不懂得收敛 终有一天 家里会业障爆发 这个时候痛苦就来了 所以 台长经常跟大家讲 要把自己的念头 要把自己的念头都要看破 来了一个念头 你要想 它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念头 看破它 我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 因为我的私心杂念 因为我贪心啊 所以才会有这个念头 所以看破 才能放下 我们懂得把念头看破 我们懂得真正的修为 才能通过真正的修行 得到自己善的行为 因为我们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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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中应该想做什么 所以这个事情是暂时的 比方说 你认清楚 我在人间 所有的事情都是暂时的 我们先做 然后 然后 我们 才不会乱动 所以人 一定要有物净 因为你想明白了 你就会 懂得这个境界 如果你到今天 还 不想明白 那你就永远 得不到这个境界 所以 一个人 能够受人家尊敬 是因为你正 大家都尊重你 如果一个人 自己不正 没人 会尊敬你 所以台长告诉你们 做人 修得好与不好 实际上 就是在于 开悟和不开悟啊 听众朋友们 我们学佛 要拥有一个 公正无私的心 无障无碍的心 要发菩提心的心 无私 要帮助别人 公正 就是不偏 不移 无障无碍 就是没有障碍 所以现在的人 障碍兴起 自私心 自私心就开始跟着动了 现在的人 心为什么会动 因为 人心 被那些 恶缘 所笼罩 被那些 自私缘 所笼罩 所以人会变得 越来越自私 所以 学会 懂得 用 佛学的精神 用 伦理道德 鲁家的思想 和佛家的理念 道家的 伦常伦理 让我们 在人间 照顾好 家人 照顾好朋友 照顾好家庭 照顾好孩子 不害别人 不嫉妒别人 没有恨别人 这样 你 就是在修正果 一个人想修成正果 要上四生道 脱离六道 那么境界的提升 最为重要 所以 要消除世间的 六欲 残扰 才能得到 圆满的果位 因为欲望 层层 残扰 会绕出你 让你不停地 堕落到 人间的 沧桑 之中 因为人间的 苦 人间的烦恼 实际上 都是由你 七情六欲 所造 所以 控制好你的 六欲 残扰 你才能 消除你的 七情 才能 消除你 六欲之后 心灵 得到 痊愈的 一个 保证 所以 治疗自己的 欲望 就是消除 自己的 业障 在人间 用诚心 来修 在人间 活一天 就对别人 真诚一点 不能 嘴巴里 说一套 行为上 多一套 不能表面上 对别人 说这个话 背后 说另外一种 两面三刀的话 所以 学佛做人 要懂得 光明的天性 显示出自身光明的天性 因为人的本性 是非常光明的 所以希望大家 做人 学佛 要显化出 光明的本性 要做出 超乎 常人的 慈悲 要懂得 做人 实际上 就是靠着 自身的 干净 思维 行为 心里 明明白白 清清白白 这个 就是 明心 见性啊 好 听众朋友们 今天呢 我们的 白货 辅法呢 就到这里 结束了 非常感谢 听众朋友们 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